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带你掌握全世界 今天的台北股市最后涨一点 涨一点的原因不用急 我拿一下我的手机 不用急看一下 你看看亚洲股市才知道 亚洲股市现在 今天的亚洲股市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亚洲股市 大陆股市还蛮强的 大陆股市现在涨一点六趴 那么大概 大概今天亚洲股市之所以 台北股市之所以没有跌 或者亚洲股市之所以能够撑住 就是因为大陆股市 那美国有一个重量级的老前辈 前国务卿 他们国务卿大概就是我们行政院长 前国务卿叫季辛吉 叫季辛吉 他一向就是跟 在中美关系能够调和鼎来的 他前两天 这一段子密仿中国 相信对于中美贸易 会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答案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这样跟大家讲 就是说 大家最近在觉得说 什么天风震见的郭明奇 分析师 他提到说 苹果的销售不好 等等之类 事实上这一些都跟中美贸易有关系 美国华尔街开始认清楚 认真看待这个事实了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开始认真看待这个事实了 我之所以这样跟大家讲 就是说 以前啊 前一段时间 今年以来 美国的这个华尔街 登记师爷考 或者说 机构法人 他们始终不认为说 中美贸易啊 会影响他们很大 没有想到 在上一季的季报里面 大家看到 这个脸书 亚马逊 苹果都公布 不错的财报 但都未来前景 比较担心 旧其原因啊 就是对于中美贸易之战 开始感到害怕 不敢投资 对未来前景不明 那 这个美国其中选举之后 川普势必要做个改变 如果 像最近油价跌 上方担心说 嗯 会不会景气不好 那如果联主会又升息 这个叫double play 什么叫double play 就是棒球数以的什么 双杀 如果是这样双杀 那还得了 经济已经不好了 又要升息 所以呢 现在的关键点就在什么 中美也能不能 谈出一个好结论 中国大陆最近 不断的释出善意 不断的跟美国讲说 我开放市场 我以后不会再搞你的 会重视这个智慧财产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很快 就会有答案了 今天盘货的美股 也开始陆陆续续在场了 我认为最慢周三过后 大家就可以准备 看到一个不错的行情了 因为我们的执政党也要选举 从最近的民调看来 执政党选起来 今年的其中选举可能会 会有所改变 必须要有所改变 那选股的策略呢 大家不用担心 比如说我们最近 一直跟大家讲的 1476的乳孔 我用这张股票来跟大家 做举例好了 乳孔今天还在涨 还在送新高 这我要我们做了好几次 这应该做两次 好的股票我们有买有卖 最近这边这一则再买 然后今天入场 上次赚了两 一张赚两万 这一次呢 一张目前赚了一万五 一张一万五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6111的这种 这种股票我们都是 有买有卖 准备一下再承接 再做一支波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有实施库长股的 6435的像这个大中震大 有没有 我觉得有时候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跌很深的 有实施库长股 几个大原则 实施库长股的好股票 基本面非常好的好股票 融资大减的好股票 为什么国际还在杀 为什么 你跟国际 因为融资很多 融资大减 实施库长股 对吧 基本面一样啊 Q3营收好 10月营收也很好的 国际相关的股票 TESLA在涨 比亚迪在涨 对不对 为什么1476的入口 为什么入口 因为UA Under Armour在涨 它是Under Armour 在这个美国直接的供应链 4426的也是这样子 4426你看今天 力勤 4426 力勤 还长一半 1439的入口 综合 由于它能买点 苹果不好 飞瓶系列的宏达店 涨定版 宏达店相关的各个2388 你看这个也快涨定了 为什么 3508呢 你说要弱也弱不到哪里去 用这个做推论 法人最近一直在买宏达店 所以我再讲这个 融资减肥到一个程度 法人再买 因为你现在行情哪里 因为法人现在 10月份那么烂 对不对 你没有搞快来做一个做账行情 只要美股没有再暴跌 中美贸易能够打 这个关税战能够打到一个段落 法人做不做 法人买 融资已经大减了 股价在低点 Q商获利营收 10月营收一个特好的好股票 我们都已经早好再整大家了 好的股票 我们学会 有买有卖 来回不断的操作 就好像如虹 上一次赚2万 一张赚2万 拉回再买一次 现在又赚了1万5 这就是操作的策略跟方法 欢迎同志们你加入我们 双十一 双十一 超越双十一的大优惠 给你一记的收费 一整年的服务 台股新工业 先加入我们的niot 小老鼠 万一也是528 小老鼠 万一也是528 我们操作的内容 跟我们的优惠方案 全部在里面 欢迎你加入台股新工业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